大家好,这里是Change欢来到尖的 流暗道只是一款闲聊寂寞时间 所以其实大家要听的就好了 这次要聊的主题是关于寂寞到寂出这个跨度时间 会有很多新手开始看这款游戏 那老手准备要回过 那目前游戏是否适合新加入的玩家跟回过的玩家呢 今天就来分析这一个重点 首先我必须说目前的联盟机制跟概念来看 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加入的时间算比较早 从联盟封测的时候就开始加入了 一路经过一点多改版 做大师装备 二点多的改版 进入到目前三点多的改版 目前在3.0版本之后 目前已经到3.10了 其中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快要三年了 那再加上台服一开始封测的时间 那时间就更久 应该要五六年的时间 这款游戏已经非常的成熟 内容也很多 那每一季他都会加入新的游戏内容 去丰富整个游戏 让他变得可玩性更多 那也会把过去的一些内容做优化 可以搭配的装备也越来越多 每季有不同的平衡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 因为你是一个回国玩家 你看了过去的OP流派 比如说我二点多版本看了一个 哇CI炫解好厉害 是不是可以玩 或者是刚入门的时候 看到哇爪伸的爪好厉害 是不是可以回国玩 那在每一季当中 回国玩家最注意的是 你目前看的版本号是不是非常贴近 那越靠近目前3.10的 比如说3.9 3.8的流派会比较好 那OP的流派会随着时间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被砍弱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游戏就是需要各个不同的 游戏的介绍 游戏的流派 或者是不同的机制 轮番上阵来延长它的寿命 你总不会想看到一个OP的流派 一直强了一年两年 都一直没有被削弱 或者有别的东西出头 那今天来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适不适合 让新手玩家加入 新手玩家加入这个游戏 很多人就想说 你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些论坛 一些基础知识 比如说官方的内容 其实就只是 关于游戏的操作跟介绍 对于游戏的内容 甚至选择流派是毫无帮助的 那很多玩家就建议新手说 你先去看一个 适合的介绍文章 再选一个适合的流派 看起来顺利的 帮助他入坑 有朋友帮助自然很好 但是你能帮助朋友多久呢 那朋友会不会很烦呢 那你若是没有朋友 那该怎么办 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个有朋友的人 通常会有工会的朋友可以问 但是如果你问的问题 实在是太过于白目的话 那通常就不会有人愿意解答 那新手跟老手之间的白目界定 会差距很大 那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好了 假如你去问别人 别人不是服务业 那他要怎么样心甘情愿的去帮助你回答问题呢 第一点当然是你要有一个学习的心 什么叫学习的心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说这款游戏好难玩 操作都跟你不一样 这样没有人听得懂的意思 你要做的事就是 比较你跟别人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顺畅的走路 为什么你攻击的时候停下来 而我会走到怪物旁边在攻击 这个时候就知道了 因为你没有按住他的指定攻击出来 这样会比较好回答问题 而不只是丢一个问题 比如说 你看到别人的流派很强很厉害 那你没有去实际的看完他的内容 或者说 要怎样才能弄成这个样子 或者是 该买什么装备啊 怎么样 你不如说 我买了这一套装备 或者是中间的概念 为什么会跟你不一样 这样的做法 一步一步的比较 会让提问的人跟解答的人 都有更好的解答空间 也是一个比较有讨论空间的做法 所以希望大家能做到这一点 再来的话 老手跟新手最大的冲突就是 很多老手都会说 你直接去忍者网看一套 抄一套流派就好了 那首先 你都不知道 一些流派是干什么的 他们的升华是做什么的 别人为什么要这样点 那如果你点到一个很极端的流派 或者是怎么样 非常难抄 毕竟忍者网在中后期 他们的等级都是9697到100中间 非常特化型 非常成熟的流派 你没有一步一步的 跟他堆积起概念的话 你就不能够 时即刻刻的了解到 这到底在做什么 那为什么他可以一路的变成这样 那中间的过程就是断层 所以很多老手跟新手之间 最大的冲突就在于 知道跟不知道 中间有一个知识的落差 你知道到哪里 比如说一个游戏的知识是100分 那大部分很顶级的流暗 到有在做攻略的人了解90分 你是一个老玩家 你的了解可能70到80分中间 那新手是从0分或10分才开始学的 如果你跳过中间的过程当中 就会很大的问题 这是老手跟新手之间最大的误差 那我必须说中间的误差最主要的原因 两边都有责任 第一个是带人入手的人 没办法体会新手现在的心境 为什么没办法体会新手现在的心境 原因其实也蛮简单的 像我们加入的时间 如果我们从1点多2点多版本就开始加入了 那我们前面所需要的累积知识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非常的少 那如果新手是从 比如说他从2点多版本退坑 或者是从来没有加入过 你一下就是他玩3.9 3.10版本 那中间的量 改版的资讯 他怎么可能吸收的过来呢 那其实做攻略流派 也是每篇文章的一个很大问题 关于要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交起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当然目前现在有些 刘安道的PoE教学 有从很基础的开始教啊 但是你可能要花上 很多个小时 举例来说 如果你去看赖阿奇的频道 你可能要花100个小时去补充 基本的知识 然而这句话 目前好像已经变成一个梗一样了 好 那我们必须说 新手要加入是很吃电波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花多少时间去学习 我每季都会花点时间去看 别人怎么配 然后内容该怎么做 我最后再研发出自己的配法 很多人会说 新手跟老手中间的落差在哪里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 我随便做一个流派 都能过游戏的Endgame内容 包含T18中级尊师跟T19的王 到后期熟练之后 基本上都可以扫死到临死过关 不管那个流派 它的基础是便宜的贵的 简单操作的贵难操作的 都能基本的变到这种程度 但是新手第一个他操作不行 再来的话 他的概念跟流派的影响 就是他的最佳化没办法做得很好 我以前在做影片的时候 就花了很多时间去 谈论一些强化他最佳化的做法 但是呢很多人会解决他 比如说我在后期 我就直接用90分的装备去解决 而我要用60分的装备 去做到一些比较复杂 但能够接近八九十分装备的一个做法 这点我还是觉得是新手要比较去了解的 但这个地方又提到一个冲突 你不可能叫新手去了解 所有流派到的一个知识 该怎么去学习 所以该怎么如何教会全新的新手玩POE 我个人认为是 不可能你没办法教他 你跟他的知识就有落差 你们之间的差距就好比 一个大学教授同学去听课 为什么觉得 哇有的同学怎么样都学不会 学不来 那有的同学就学得起来 那其实就只是一个知识落差 跟他自己有没有去认真的 要去学这款游戏的一个大问题 那首先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们前面讲到他们的冲突 那最后要怎么化解这个冲突 首先由我目前有教过几个新人进入这款游戏 那一开始的话 我建议不要给他们太多的一个游戏内容 我会直接给他们看我玩 比如说智力专家什么样的影片 前五张的影片 让他们快转的看 看懂中间的干嘛 有不懂的地方 就直接让他们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多练一两只流派就可以熟悉的一个操作内容 第一个流派你建议帮他把关跳好 他才能够做好 至于转型 算是一个奖励的过程 你起码要让他说我练完十张或练到几个等级 我再提供给你装备 让你爽一下游戏的过程 之后下一个联盟 你就可以体会到 从基本的一个流派 成型 换装备 赚钱的过程 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 人留得下来的话就留得下来 留不下来的话 这款游戏很难黏着的绑住 每一个想要加入的玩家 我们必须说一个很简单 那是其实大家不太愿意面对的事 现在有非常多的游戏 比如说我们在YouTube广告可以看到的一大堆游戏 对不对 他们很多都是要你花台币陷阱 花个好几千 课个几单 然后呢 去回味童年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今天课了金 赶上别人的进度 我就可以跟别人玩的一样 一段时间推可能要花额外的一笔钱 但流派道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仓库 有个内容 每个人的起跑内容点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要分享给所有想要加入的新手跟体系 他们进来的玩家 中间过程还是建议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捕鱼学习的空间 但时间的过长跟拿捏就要请大家自己注意 我以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其实在流亡界里面算是非常避走自争 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一个玩家 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讨论 但是你至少要能做到有一样强的逻辑跟数理分析能力 我遇到一个公司 我可以直接去翻 流亡道他们提供出来的一个问答原文的英文 然后自己用那个绘图软体 Origin 或者是一些 Base 资料库 或者是 那个 Excel 去做一个数理分析 然后找出装备之间的搭配再配合POB来看 那新手绝对没办法用到那些东西 他们要叫他们汇入看POB什么的就是一个大功夫了 所以这款游戏真正入门算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你入门只是入POE的幼稚园 中间还有小学国中高中一路的爬 你从中间哪个时候辍学了没有人管得了你 这是我对这个游戏的一些小小小看法 也是想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如果你真的想要让新手学习 让他有办法自主学习能力的话 我推荐请 不是说不要从流亡变念史可以看 因为他的内容太丰富了 我建议可以从透视镜的地方开始看 有些比较基础的地方 像是天赋点任务后悔时 任务道德奖励这些 比较简单的任务 还有一些小配方 其实变念史都有 但是透视镜比较简单 也比较直觉一点 比较好做一个学习 特别是这里的系统 全部看完之后 再把专题看完了 然后进入新版本对于不熟的联盟机制 再稍微看一下 那就可以学到这个游戏 大概的一个基础知识 那我相信很多老手 跟新手 特别是 我甚至觉得有些老手也不能算老手 因为他们都只会玩一些特定的 一个流派 或者是概念机制 这个游戏其实很难界定你 玩的好不好 或内容怎么样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拿手东西 会有研究比较久的东西 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去分化说 那个人是新手 那个人是老手之类的 所以今天的闲聊差不多到这边为止 那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如果你要让一个新手进来的话 首先这个游戏很考验他的一个电波 你能做的就是 先把一个很基础的东西丢给他 让他自己去学习 最好是寻寻善用的 给他完成一个目标的任务 再给他装备之类的 让他慢慢体验这个游戏 他真的有兴趣的话 他就会用合理的方式去四处的问人 然后他可以当中碰壁 学习碰壁 当他发现学习碰壁是有趣的人 那个时候他就会加入两万岛的大家庭 如果他碰到一点点挫折就放弃了 他可能不适合玩这个游戏 或者是他比较适合玩 用钱可以解决的游戏 那老手面对新联盟的话 我个人的概念是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面对不面对的 就是鼓励大家多尝试一些新东西 新流派 因为其实就像我玩这个游戏 不太会一直玩重复的角色 每一期我都会避开一些 真的太OP的流派 去玩一些比较新啊 或者是创新过去做一个改良 从中间也可以达到一些乐趣 总之就是这样 游戏的话 有没有认真就看个人了 有的人觉得要认真玩 有的人觉得普通的当休闲就可以了 那我是Change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